大家好,欢迎收听苏维朗读,今天分享散文《光荣的事情》,作者马克吐温。 我记得有一次,身边分文不剩了,但在天黑前又急需三美元,到哪里去弄钱呢? 我沿着街道徘徊了整整一小时,后来我走进艾伯特旅馆,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 这时,一只狗朝我走来,停在我身边,打量着我,好像在说,你想交朋友吗?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只可爱的畜生,它快乐地摇动着尾巴,围着我团团转。 这真是一只逗人喜爱的小东西,我抚摸着它那段子般光滑的脑袋,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。 过了一会儿,命尔将军穿着制服走了过来,他突然看见了这只狗,停了下来,眼睛里流露出喜爱的神情。 将军情不自离地走上前,轻轻地摸着这只狗,说,这是一只很好的狗,多逗人喜爱啊,你愿意卖吗? 我爽快地回答说,当然可以。 买多少钱? 三美元,我回答。 将军大吃一惊说,三美元,只卖三美元,这可不是一只平常的狗,它至少值五十美元。 你大概不懂行情,我不想占你的便宜。 我还是回答,不错,三美元,只卖三美元。 那么好吧,既然你坚持这个价钱,将军说着,高兴地递给我三美元,然后带着狗一直往楼上走去。 约摸十来分钟光景,一个相貌温和的中年绅士走了过来,四下里张望。 我说,你是在找狗吗? 他焦急的脸上露出一线希望,顿时松了一口气,对,对,您看见了。 是的,我说,他跟着一位将军走了,如果您需要我帮忙的话,我可以试一试。 他连连向我道谢,毫无疑问,我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把他找回来。 我暗示他,不要舍不得一点钱作为酬谢。 他满脸笑容地说,没问题,没问题,他又问我要多少? 三美元,我说。 他惊讶地望着我说,啊,这算不了什么,即使给您十美元,我也心甘情愿。 但我说,不,我只要这些就够了。 我二话没说,就上了楼,我向旅馆服务台打听到了将军房间的号码。 当我走进房间时,将军正在非常高兴地给狗梳理着。 我说,将军,真对不起,我要把这只狗带回去。 他吃了一惊说,带回去,这是我的狗了,你已经卖给我了,价钱可是你说的。 是的,我说,一点不错,但我必须带他回去,因为有个人在找他。 什么人?是这只狗的主人,这不是我的狗。 将军更惊奇了,办上才说,你的意思是你把别人的狗给卖了。 是的,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狗。 那么,你为什么要卖呢? 我说,哎呀,您真问的稀奇,是因为你要买它,我才卖给你。 是你自己出钱买这只狗,这你不能否认吧? 我既没有要卖它的意思,也没有说要卖它。 我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要卖它呢。 将军打断了我的话,说,这真是我生平遇到最稀罕的事。 你是说,你卖的这只狗不属于你。 我不等它继续说下去,便说道,你自己说这只狗可以值五十美元, 我只要了三美元,还有什么不公平的吗? 你提出多付些钱,事实上,我只要三美元,这你不否认吧? 哎呀,我并不是非要这只狗不可,事实上,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狗,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 我说,请别再费口舌了。 你不能回避这个事实,这不是我自己的狗,因此我必须把它带走。 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的余地,你懂了吗? 如果你处在我这个位置,假如你卖了一条本不属于你的狗, 假如将去连连挥手,好了,你把它带走,让我休息一下吧。 我还给了它三美元,把狗带到楼下,交给了狗的主人, 我得到三美元作为酬谢。 我心满意足地走出去,因为我做了一件正大光明的事, 我绝不会用那卖狗的三美元,因为狗不是我的。 从狗的主人那里得到的三美元,才真正属于我的, 因为那是我赚来的。 狗的主人,如果没有我,一定不能找到狗。 我这种认识至今不变, 我永远是光荣的。 大家知道,在那种情况下,我非要那样做不可。 正因为这样,我可以永远说这样的话, 我绝不会用那种来路不明的钱。 好,刚才我们分享了散文光荣的事情, 点击一下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